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使用一下在努力之中 我们国学大师傅佩荣今天 我说四书三玄 三玄四书就是论语 孟子 大学 中庸 三玄就是老子 庄子 易经 所以我们今天要谈谈老子 老子是有问必答 老子您的书以前出过我看过 有一两本不止 这本讲道德经 我觉得是整理的最完整的 81章 是非常精彩的 所以今天我们很多听众朋友 还不知道老子 道德经道家什么内容 我们就慢慢的出词拨减了解一下 如果有兴趣 大家就读这本书 就是傅佩荣的讲道德经 老子是春秋人 基本上老子这个人 都还有许多争论 司马迁在写老子的时候 他也说有三个可能 但是一般人都认为他应该是周朝在后期的一位史官 就是管国家当然管的 是不是图书馆管理员 类似这样 就跟你后来毛宗做那个图书馆管理员 所以他很有学问 所以一般人听到道家会觉得说 跟儒家不一样 儒家要念书 道家大概不需要念书吧 需要智慧的觉悟 但事实上不然 老子的书念得好极了 尤其在古代 学问要表现在行动上 包括像古代的礼仪 孔子曾经问礼于老子 问礼于老子 问礼于老子 他们两个小多 孔子比较小多 差三十岁左右 三十岁 古代讲一世三十岁 你很难确定是哪一年生的 大概说他们大概是差了一世 所以老子的学问好得不得了 好得不得了之后 他退休以后 跟很多同样的老人家 有学问的住在一起 大家经常聊天 所以一般讲老子这本书 很多人说是老单写的如何如何 我个人认为 不是一个人写的 也是一群人讨论 好几个老人家讨论 有共同的见解 然后把它记下来 所以它有个特色 这本书里面 没有任何人名 地名 历史背景 地理的各种地名 这些 通通没有 很抽象的一本书 但是它有很多地方重复 16个字重复 12个字重复 8个字重复 4个字重复 全部只有5000多字 居然重复那么多 那你怎么办 所以它应该是很多人的心得 后来整理出来的 所以应该像以前我们村子里面 荣书下那些老兵 谈复国大业 整理出来一套理论 比任何人都总如何复国 老子也有可能这样整理出来的 没错 不听说老子退休之后 就出汉谷官了吗 对 他是盗旗牛是吧 呃 说说他骑旗牛出官 是不是盗旗牛 说实在 这个司马迁都不知道 不知道 我们很难判 传说啊 说盗旗牛 这不看 也不要看 这未来怎么样 就是你检顾一下自己的过去就好 呃 他从 要出官的时候呢 被拦下来 那个拦他的人是不是 叫做官隐 是不是也就是 是故意要拦他吧 故意拦他 他是也是个大官对不对 呃 他是守官的官员 对啊 他知道老子很有学问 嗯 他说你不行 要留下智慧财产 为什么听说他是 金师那边调来 就是故意要是 还是他自己想在这边 就是要守住老子 守住啊 这个背景的故事 你比我还熟 好像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说 过韩国安的时候 被守官的官员拦下来 他叫什么 官隐 隐就是像这个金兆隐的隐 哦 就等于是一个官员嘛 守官的 拦下来之后 他说你要留下智慧财产 老子就留下来几天把它写成的 这是故事了 嗯 后来呢 这个官隐 就因为这件事 跟老丹两个人啊 一起被列在庄子天下边里面 成为一个学派 哦 庄子推崇他们说 谷子博大真人 在庄子书里面 用博大真人描写 他们是最高的称赞的 就人类里面最高的层次了 OK 说这两个人共享版权 应该是 哈哈哈 老子这个时候 留下了五千多字 八十一章 对 那这个 老子这个道德经 就讲道德经嘛 对 就他的道德经 五千多字八十一章 他主要 在这个西 就是西周吧 对 这个春秋 他留下了 主要这本书的 如果简单来讲 他到底讲些什么 几句话可以解释清楚吗 好的 他看到天下大乱 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所有当时的知识分子 这么九流十家 面对的共同问题 这么乱怎么办 别的学派 儒家 末家 法家 民家 阴阳家 这些 都从人的问题去看 然后设法想解决 老子跟他们不一样 老子就跳开一步 他说 问题是人制造的 人怎么可能解决问题呢 所以你要跳开这个人类的范畴 换个角度来思考 就是说 如果你从宇宙万物本身来考虑 就从道来考虑 那么效果就完全不一样了 换句话说 你人类是问题的来源 你如果以人类的社会的角度 去思考这问题 永远无解 人是无法解决人的问题的 没错 OK 所以天下只有一个道 对 他怎么悟到这个道 道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看到人类跟这个世界 充满变化 凡是变化的东西 有开始有结束 他本身没有必然存在的理由 所以他一定要问 你既然会变化 你本身没有存在的理由 你凭什么存在 这就是根本的问题 你背后一定有一个基础 使你存在 你 人类跟万物一直变化 那个基础永远不变 否则到最后变成做梦幻灭了 所以他就从这边推出来说 一直在变化的人类居然能存在 他背后一定有基础 你找到那个基础的话 人生的问题就从根本上完全解决了 就是我这些是没有任何烦恼痛苦这些 我只要找到根源 他这个基础就是他的道 就是道 就是有点像西方哲学 比如说我年轻的时候学西方哲学 西方哲学最重要的概念 从古希腊开始 就是一个现在翻一翻做存在本身 台湾翻做存有 不管怎么样 存在本身的本身很重要 宇宙万物是存在的东西 存在的东西一直在变 但存在的本身不变 西方后来有中世纪 就把这个存在的本身当做上帝 就等于是上帝创造世界 创造人类你们一直变吧 生老病死 上帝永远不变 这样的思想的架构是这样子的 OK 所以这个老子讲的其实就是道 道就是他有几句话 你那边也讲过什么 就是顺其自然 无为不争 然后手揉千让 基本上他的原则是这样子 对不对 这些是用在人的世界 老子书里面材料虽然很少 但是很丰富 比如说万物怎么来的 这个问题老子在古代是唯一 谈得最清楚的 但是虽然很少 只有一章谈到 然后你说道德经的德什么意思 这个德绝不是说这个人很好 道德德 不是那个仁义理智 那个不是的 那个德就是获得的德 古代很多字相通的 万物从道而来 所以万物从道获得各自的本性 所以道经德经 德经这个德也是得到的德 获得的德 也可以讲通的 就是那个意思 因为宇宙万物从道而来 既然从道而来 那道让这棵树存在的时候 这棵树有什么本性呢 它从道获得的本性叫做德 宇宙万物都有各自的德 那人类的德是什么 人类的德是认知能力 我们说人类最聪明了 认知能力就是我的德 所以每一个人生下来 都有认知能力 但是这个认知能力 偏偏是所有问题的开始 因为一般人都把认知作为区分 这个好 那个不好 这个好吃 那个不好吃 这个贵 那个贱 都去追求好东西了 你认知只有这样一种层次的话 天下必定大乱 因为认知出现必有欲望 我知道这个比较好 我就要追求这个 天下好东西少 那就变成乱了一团 就真 所以认知作为区分是第一步 不用教的 每个人都会 所以你就要设法从历史里面 学到经验 从个人生活也一样 要设法跳到第二层 认知作为避难 避开灾难 比如我知道我在班上 我要选班长 我知道先出来的人呢 真的很厉害 到最后统统受伤了 我最后看看 这个不好 先出来的人会有灾难 所以我等你们真的 差不多我再出来 这就是避难 这是历史经验告诉你 也是你慢慢 在社会生活里面的一种认识 哲学史观 好我们休息啊 这个我们傅沛荣教授呢 好像小时候第一次看到这个老子道德经手 看一看 首先写着这个道可道非常道 就不读了 为什么后来会喜欢 我马上回来 好大家好 我是王云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傅沛荣教授 上次我们谈了一经 我们都是浅出来这个来聊一聊 让大家对这个有兴趣 那傅沛荣教授对这个四书三玄呢 都了解国学大师 今天我们讲三玄的老子 庄子跟义经里面的老子 这个老子呢 就是道德经嘛 道德 道经 德经 道其实就是道可道 非常道 这个德呢 其实是得道的德 或者 对 那这个就是一个认知的问题 你刚才举例很好 不过他有他的道德经 老子就是老子的哲学思想 不过一开始的时候 听说你小时候一读的这个 这个老道德经的时候 一看到道可道非常道 你就读不下去了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中学时代 那不可能懂老子 不可能懂 因为没什么德道 就是认知你说是一种德 就是人在这里面 要去思考很多事情 对不对 对 有点这个道理 所以你后来怎么怎么又 甚至读国学 你把它收回来 然后那么多年的研究 现在又这个出书 你出了好几本这个老子道德经 还在资资上面 有这个线上可以去听 等等等等 好 你讲一下 你这个这里面 你所得到的这个感觉是怎么样 好的 我在中学的时候 第一次看到老子道德经 当然看不下去 看不下去 道个道 非常道 名可名 非常名 说实在 不是我看不下去 别人也看不下去 念大学的时候 学一门课叫做老子 来教我们的是一位师大的教授 那么他是有专门研究的 但是也不见得说得清楚 讲简单一点 道如果用我们的言语说出来的 那就不是真正的道了 你说的是你在说的东西 道是无形的 道是不可说的 为什么不可说 因为它是宇宙万物的来源与归宿 就要这样 你只能说存在的东西 因为它跟我们相对 人类说东西一定需要概念 我对一样东西要有概念 说这只狗 这只马 我才能讨论它 道不可能成为你的对象 我们都在道里面 我们说像苏东波说的 不是如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此山中 所以你根本不可能 把道当作对象来说 它是什么 它是什么 但是你 人类又必须传达我们的知识 所以你一说就要强调 我们来谈谈道 但是我们现在谈的道 不是那个真正的道 要说明一下 那后面就可以勉强去谈 所以这就是第一章放在这个地方 让天下大多数人都望而却步 对对对对 考不太清楚 不过说起来 我们说《老死道德经》 它才五千多字 然后分八成一章 你这本书整理的非常清楚 我觉得比以前您出的书更精髓了 每一章讲什么 引军据典 举些例子等等等等 因为这本书也是春秋的时候出来的 那是乱世 所以《老死道德经》 是不是也很适合现在人读 因为现在也是乱世 战争什么都有 是不是 你在八十一章出来之后 我觉得有些人看完之后 你的读者是不是有这样的体会 说还有人说这个 你也讲过哲学东西 有时候就是在 有时候您生病的时候看 或者是情绪不好的时候 或者整个大乱的时候看 尤其看老子会比较安心 要看到一些道理 对不对 没错 老子的思想 他有一个最根本的关怀 就是说天啊那么乱 很多人活在乱世里面 有时候生不如死 一下战争 一下疾病 很多人都牺牲了 你不要问 为什么要活着 要面对这样的危险 生命 那如果说 这个时候你能够像老子一样 说我要找到这一切的 来源跟归宿 我常常讲这两个词放在一起 有时候忘了从道而来 最后回归于道 道无所不在 他这个整体 所以人的生命找到道的话 你能够悟到 人生所有问题 通通解决了 怎么说 譬如说 你这一生有很多失败吗 其实成功失败 在整体里面 根本没有什么差别 对 就是失败可能就是成功 准备要开始了 成功就是准备 失败要开始了 差不多 到你生命结束那一刹那 再回头一看 哪里有什么成功失败 都是人类在相对的各种条件里面 好像玩游戏一样 你越执着越沉迷的话 你就越不能够得到享受 那你如果看开的话 在里面不受他限制 成功的你也不高兴 失败的也不难过 那个内在的力量就很强 因为你内在可以跟道结合在一起 可以看这个世界 冷眼旁观 你这81章有很多的举例 还每一章就在讲一些事情 讲一些等等等等 那你觉得跟现在来讲 现在人看起来 这距离差了2000年左右了 对不对 那现在也是乱世 这个是现在人看起来 也不会落伍吧 这个完全不落伍 我先说一下 我这个书的背景 我是在喜马拉雅上面 讲老子道德经 那么这是目前收视率最高的 听众的这个点击率 超过6000万次 订阅的超过22万人 这代表很多人喜欢听 那么我最主要是得利于 两位这个古人 一位是庄子 一位是韩非子 因为庄子是把老子的思想 加以发挥 讲的许许多多的预言故事 很有趣 相关的我全部都把它 弄进来了 韩非子很特别 他是法家 但他的书里面有两边 叫做解老跟育老 解就是解释老子 把老子这张来解释一下 欲就是比欲的欲 我讲故事来证明 老子说是对的 韩非子写这两章 让韩非子的身价 往上提高了 司马迁写史记 就写老子韩非列传 把韩非跟老子连在一起 就因为他学过这两篇文章 里面有大量的资料 我这边都用了 太好 所以我得利于这两位古人 就把老子的思想 跟现代生活在结合 比如老子他为什么反对战争 在老子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里面 很明显的反战 就是你战争到最后 这个古代农业社会 军人怎么来的 农夫变军人 那谁耕田呢 所以像这些都是 到今天为止 老子兵让我们把注意力 收敛起来 回到内心 所以你就可以说 你要追求学问吗 每天念书 你要追求道吗 每天减少一点 减少自己的各种欲望 你说战争也是这样 战争的目的 其实为了止战 我就是我打仗目的是 想赶快结束 听我的 类似这样 结果战争的目的是止战 结果往往就是越大越 滚进去了 止不了战 像以色列的问题 像这个苏俄的问题 跟这个乌克兰也是一样 听不了了嘛 越转越转在那边 所以战争的来源是什么 就是前面所说的 大家都把认知作为区分 我是强国 你是弱国 我打你 我得到什么利益 怎么样 我打你可以得到什么好处 牺牲的都是老百姓 都是军人 所以在这个地方 老子就提醒我们 你要看长远一点 所以学老子最大的特色就是 你看任何问题 都会从第一个 从整体来看 就是你 你整体整个宇宙里面 不要看那一个点 你不要只看这个 你得到这个国家又如何 第二个从长远来看 人的生命顶多活一百岁 你将来呢 你说你要像后面 秦始皇死皇帝 后面15年就没有了 所以这两点 从整体来看 从永恒来看 你的看法完全会调整的 对啊 所以你这样的秦始皇 我一直记得的时候是很有趣 就是一个人一天到晚 一天到晚打撞子 又到县官那边去 就县官就 就是村子都到金师去了 结果这个就是 就会金师就回他 说你千里传书只未强 两个人在吵嘛 你强过来 对 然后这个 什么万里长城金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让他一寸又何妨 就是就是都过去了 时间拉长来看 什么都过去了 我有个问题想问您 老子这本书里面 我看了前前后 我看了一些 我觉得他很多情 也有前后矛盾的地方 您不觉得吗 他有的时候又一会儿又希望 这个比如说 他这个喜欢这个赐胜者强啊 又希望每天 有很多 比如说这个强行者有志 也希望有志 一方面方面 他又要叫大家说 你不要读太多书 多太说 少读一点比较精 多读一点可能会乱 多则乱 多则祸 因为跟你讲说 你读太多东西 有时候呢会 你会有忧愁 我觉得还有些东西 你觉得他有没有点矛盾 好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 我们请到我们国学大师 傅佩荣教授 我们上次谈完《易经》 很多人很喜欢 我们来谈谈《道德经》 不过这本 我就说前几波看过您几部 这个老子讲《道德经》 这本是真理的非常完整 而且看得很容易懂 那我就想说 我看老子 当然我们询问很差 但老子有些地方 我觉得还是有点前后矛盾的 您觉得他都没有前后矛盾吗 很多理论跟想法 好的 我就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叫圣人 第一个 老子说里面有三个概念最重要 第一个是道 第二是德 第三个是圣人 圣人就是 就是道德统治者 是不是这样讲 误道的统治者 误道的统治者 你说的没错 但是古代的经典里面 一本书里面 圣人出现比例最高的 第一名就是老子《道德经》 一般人听到圣人以为是儒家的 你看 儒家讲圣人讲的很多 错了 老子《道德经》讲圣人讲的更多 但他圣人有个清楚的定义 就是你说的 误道的统治者 自古以来 每个社会 统治者一向不少 多得很 还有真 但是误道的可能没有一个 那你误道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误道的时候 我就要以统治者的身份 面对百姓 让他们过一个平安幸福的生活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呢 看到天下那么复杂 你讲很多话的时候 听起来矛盾 这边说你不要真 这边说 自胜者强 强行者有志 各种说法 你刚刚提到说 好像有点矛盾 事实上没有 为什么 因为人的世界 本身充满矛盾 充满复杂的情况 老子现在跟你说 你不要打仗 后面跟你说 你要保护你自己 那这个没有矛盾 你在不一样的情况 对不一样的人说的 所以圣人最特别 是什么地方呢 他误道 所以最有名的一句 就是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除狗 圣人不仁 以百姓为除狗 这是第五章 最有名的一句话 那么除狗这两个字 什么意思 就是古代人 既是祖先的时候 立一个牌绘 然后用那个 那个什么草 炸几只狗 放在祖先牌绘旁边 陪伴祖先 那么但是 祭拜完毕之后呢 这些 除狗打回原形 你本来是草炸成的嘛 就变成乱丢了 被人家踩了 拿鱼当柴烧了 宇宙万物不就是如此吗 今天春天 开春天的花 夏天它谢了 人也是一样 现在是你得意的时候上台了 将来换别人上台 所以它没有偏爱 所以这个字 就要把它理解为偏爱 天地没有偏爱 圣人没有偏爱 它是以这个角度来看 那天地为什么凸显出来呢 因为道所造的万物呢 天地代表两个范畴 天地之间 万物可以不断的出生发展 圣人也是人 但是圣人治理百姓 等于是他要照顾所有的百姓 他要注意到每一种需要 所以他里面的矛盾是 致命上可能看起来说 他在这时候在说什么 你只要讲清楚他的对象 就知道说 原来还是有一贯的思想 OK 不过您也说过 哲学东西 哲学东西有时候是 人的知识跟经验要相结合 就是说 就像你小时候 你看到老子 看到这天都到 非常到就不看了 到了以后可以慢慢的体会 对不对 所以人生的经验很重要 所以这个道家 我们说这个道德经 老子道德经 是不是要40岁以后的人看 会比较了解 那可是现在有网络时代 资讯又这么爆炸 等等等等 您看的 您认为这个道德经 你什么时候看 就像你怎么说 你写的很 你自己也认得很完整 我觉得举例子 各方面来讲 也很更完整 比以前出书完整 这样来说起来 您建议 读者应该什么时候 来看这个书 或听您在资设上 线上这个课程 好的 三种人适合学到家 第一种是很老的 他有生活经验 每一句话一说出来 他就懂了 他说我有经验 我知道这个情况 比如说柔若胜刚强 你太刚强了 你就先折掉了 棒打出头条 这是老人家 第二种是很 老人家有些在座位上 对人家吵架也很凶 你起来 让我坐 也有这样子 因为想不通 没有念过老子 他有啊 他说你起来 让老子坐 有没有这个问题 第二种人适合学到家 是非常倒霉 诗意的人 像庄子 一般人不要随便说 自己诗意 韬光养晦的时候 因为像庄子这么高的智慧 才能说他是倒霉 诗意的 所以一念老子就觉得很有默契 第三种人是特别聪明的人 我们现在是希望读者们 都是第三种人 苏东坡其实也有点 道家竞争 当然 他苏东坡基本上 是什么书都念的 是是是 益金益金太宙注解 对对对 很聪明的一个人 所以我们第一个讲说 老人适合看 把你的经验累积一下 看看老子跟你讲 是不是有体会的 是不是也可以跟一些老人家 聊到哲学去了 第二个就是韬光养晦 不得意的人 看之后心情会比较平衡 别人现在很出风头 没关系 慢慢等 不急 而且也很多事情改变不了的 你说第三个是爱看书的人 特别聪明的 特别聪明 您这就不合老子的意思了 特别聪明 搞不好就是最不聪明 最不聪明搞不好最聪明的 有慧根的 举个例子 在历史上 注解老子的人很多 但最有名的叫王毕 他是魏朝 就是朝朝那个 后面的魏朝 他的年代是226到249 他的年代 魏晶南北朝的时候 对 他注解老子道德经 到现在还是标准本 一直到1972年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 挖出来一批博书 里面有老子甲本乙本 才说王毕也有两三个地方错了 为什么 因为挖出来的版本是比 汉高祖刘邦还早一点 因为古代他要避讳皇帝的名字 所以我们说 治大国若蓬小先 本来是治大邦 因为叫刘邦 当了皇帝 不能用邦了 改成治大国 若蓬小先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好处 因为这个避讳皇帝的名字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版本是大概什么年代 所以这一来我们就可以修正一些王毕的观点 另外还有很多人说 你这个道德经不对吧 挖出来的博书本是先排德经再排道经 事实上在古代本来就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是正常的版本 第二个是法家的版本 法家喜欢术 术就是应用 要把这个思想拿来 应用在社会上 在政治上 使它产生效果 那德经偏向于数 道经像你刚刚念的道口道非常道 那是最根本的 但是王毕本还是一样 道经在先 德经在后 所以我们现在地下出土了 1992年 又在这个出土了一批书 那叫做竹简本 那比那个博书本还要早 你老子恐怕只有一百多年了 但是呢 残破不堪 能认出来的字很少 所以这一来的话 我们念老子要这样念 我念王毕本的注解 参考博书本的这个版本 再稍微对照一下 会有很多收获 那是您啊 我们的话就读得傅佩荣的版本 谢谢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毕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 我们国学大师傅佩荣 傅佩荣教授 我们谈过《易经》 今天我们谈的是您这本 讲《道德经》 《老子道德经》 您刚才说 我们前面解释了一些 《道德经》 基本的一些概念 您说三种人 适合读《道德经》 一个是老者 但您的老者是 老者应该没有年纪的分别 老者当然是需要年纪大一点 可是有些人可能是特别老成 也有很多人老而不尊 老而不尊还在争位子 第二是老的对生命有点看法 那种过程 另外一个 你说特别聪明的人 特别聪明能够 不管年纪 他可能比较有慧根 另外一个就是说韬光养晦的人 心情不好的人 我觉得第二种人蛮多的 在这些社会上 网络大家竞争这么多 网络时代怎么看《道德经》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在宣传自己好的 对不对 正好跟你说的可以配合 网络时代就因为太多了 老子说少者得多者祸 多了就迷惑了 少的话就得 我如果只看一个人的 我觉得念书有个方法 我先冒险一下 选择一个人的书去念 比如王毕 他的注解 心里想如果错的话是王毕错 但是我以他作为基础 站在他肩膀上 这个最重要 站在巨人肩膀上 在他肩膀上你知道说 我将来看到别人解释 更好的地方 就讲《道德经》 我就学过来 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所以今天网络那么多东西 一定要收敛 收敛说这么多人讲《老子道德经》 我先冒险选这个人的解释 以他的解释作为基础 我再来看别人的解释怎么样 您顾会的意思了 不过也这样解释也没有错了 我是说网络世界这么多资讯 会让很多人 就是在觉得对自己不满意 就你看每个人都讲过日子 或这个都在 大家都破一些好的嘛等等 或一些很紊乱的知识 吵啊 比春秋战国时候还复杂 思想啊理论啊 你看一个事情 任何一个事情 电视啊网络啊各方面 吵得吵成不堪 这个时候是不是读道德经 蛮重要 而且少数应该摆一个 来清敌自己 老子讲到人生的修炼 你就要看他的第十六章 自虚极守静堵六个字 追求虚要做到极点 守住静要完全确实 虚是什么 虚就是单纯 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复杂 越单纯的越简单越好 所以小孩子平常比较快乐 你看幼稚人小朋友 每天笑眯眯的 到了中学要考大学的 有压力了 要跟别人竞争了 那就复杂了 所以追求虚达到极点 年纪大小无关 你还是可以过很单纯的生活 收敛自己的耳目 大家一定希望你耳目向内通 不要向外看 向外看你一定眼花缭乱 向内观就代表收敛 收敛的时候去多了解 所以老子接着说 万物并坐 无语官复 官很重要 所以你看后来有道教 把老子庄子拿去作为他们经典 他们修行的地方 称为念成道观 那个观就念成观了 变成一个名词了 本来观是观察 看到天上鸟怎么飞 你注意看观察 你观察清楚了之后 知道规律了 你再来行动 就万无一失 否则的话 你跟着别人一下说这个 一下做那个到最后忙无头绪 越来越乱 OK 所以在这个网络时代 各方面来讲 其实老子的还是非常 今天最需要老子的 最需要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现在需要用减法 对 以前都是增加多一点 多一点 看谁有学问 看谁这个有财富 现在要用减法 老子甚至不知道 两千多年前 这套自己的道德经理论 现在是变成最需要的时候 老子一向很有自信 到后面装子 更有自信 你还说用儒家去与别人相处 用道家跟自己相处 没错 这个话我觉得有点 你已经讲过几次了 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比如说今天约了 来这边上你的节目 对 我是儒家 我一定准时到 我没有任何状况的话 我根本没有辞到这个概念 这是用儒家 爱儒家 与别人相处 一定要互相尊重 对 可是你自己 您自己写书啊 或自己录一些线上课程呢 你就用道家 就是开心的时候在做 做还是要做 对于做的结果 别人的反应 我是到家 就不合诉求 因为如果有人说 你这个讲的不错 他为什么这样讲 他今天心情不错 另外一个人说 你这个乱讲有问题 我常常碰到这种人 我一看他我就说 他大概心情不好 所以他并不是说 我真的对不对 事实上 能够有这个资格 来评论说 一个人讲道乐经好不好 不是很多啊 你没有研究过 你怎么评论呢 对啊 譬如我现在说 王碧讲的不错 另外一个人说 王碧乱讲 你要研究过王碧 你才能说 他哪一点乱讲 对对对对 这是很高的挑战啊 所以有人常常说 你这个讲的有问题 那我就不跟他争论 我心里想说 我用我的心血 把这本书提炼出来了 你不知道花多少力气啊 你所说的有问题的 我统统见过了 了解 那我现在写出来 是把所有问题 全部化解的超越的 你没有了解我背后的 那个努力 这是做学问 以做人来讲 那个我们 傅培荣教授 如果夫妻知道 在道家 是不是应该用道家方式解决 我不知道夫妻知道 夫妻知道基本上 夫妻相处啊 当然是儒家 夫妻贤出头 那个太尊重这个老公了 现在男人常被嫌弃 对对对 你刚刚说太尊重 又被嫌弃 我是现在的社会 女人现在力量很 女权很高涨 对也不是高涨很合理吗 那男人其实地位越来越低 那其实在夫妻上 有些老夫妻 是不是应该用道家 处理夫妻的那个关系 那等于是把夫妻 当做个人一样 我跟我自己相处 我用道家 我跟别人相处 如果夫妻作为互相 两个人的话 互相尊重吧 跟想法不一样 性格作风不一样 但是把它当做一体的话 等于是别人面对我们 我们是一家人呢 就没有什么这样的问题了 OK 我是说夫妻相处知道了 夫妻相处知道了 如果理论来讲 道家比较顺其自然 如果现在家里的夫妻 妻子的地位越来越高 丈夫越来越低 就胜了不要吵了 是吧 你是这样认为 儒家的话就是每次都尊重丈夫 那是以前的想法 现在儒家这种所谓的三纲五常 根本是汉朝以后才出现的 真正的孔子孟子不讲三纲 不讲五常 没有这个 没有这些 有机会你早讲儒家 我更有兴趣 儒家他们小时候 多多少少接触儒家最多 没有没有 我对儒家的解释 是不一样的 了解 这个好 这个有意思 您这个四书三玄 叫我跟节目做的话 我看做一辈子做不完 我是一辈子 努力在研究这些是真的 您这句话 用儒家与别人相处 用道家和自己相处 这当然由您的解释 儒家也不是说我们 大概以前读的很多 儒家的三纲五常 这样子的概念了 好 休息一下 回来我跟谈两个问题 好的 看您用这个 这个老子道德经的话 看现在两个问题 看看您有这书里面 能不能对这两个问题 有这个有所解释 或者有对我们有所协助 在哲学和思想上 两个要考考老师 好 马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雨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国学大师 傅佩荣 我们今天谈的是 老子道德经 这本书呢 我觉得蛮好看 而且呢 老实说 对聪明的人 所以活到现在呢 如果有点 有点不如意的人 其实大部分人不如意 人之不如意 十之八九 就是你可能在养尊 这个韬光养晦啊等等 或者是一种老人 老人可能 老人 这时候老人也蛮多的 你也不要不太平衡 都适合看道德经 那我要问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觉得现在有 社会上有两个问题 看看没有老子道德经来 来帮我们研究一下 您准备接我的这个学生 问的问题 现在不谈废死吗 很多人赞成废死 很多人不赞成废死 如果问到国业大师 我们傅佩荣教授 就是您看 如果有老子道德经 的这本书 来解释废死这件事情 您有没有看法 好的 这基本上是一个法律的问题 法律问题 在老子来说 他里面有一章提到 他说负责执行死刑的人 自古以来就有 就有一种像鬼神一样的 你不要替他去执行死刑 你执行死刑的话 你可能会伤到手 你说你要去砍树 自然有大的木匠负责砍树 你不是大的木匠 你砍树会伤到手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 一个国家都有他的法律 大多数人的认同的法律 当然是最适合的 所以老子对于这个 现代人所谓的费死的观念 他不会有特别的相关 因为古代的死刑很明确 所以你不能说 人权如何如何 他这个人已经改过了 不是以前做坏事的那个人 那他这个人现在活在事业上 不是以前那个人 那他在监狱怎么样做 外国有各种研究 所以这个我很难替老子回答 我能说老子说 你不要越主带跑 该你做什么事 按照法律 大家都认同的 就这么做 真的还有地方 好这个意思就是说 老子意思就是说 你不要去做自己那个快手 你自己就按照这个 这个所谓的法 或者是按照这个 律法去做这个事情 就对了 OK 不要自己去 自己说 评断什么事情 你可能没有那个权力 就是这种事情 对 如果你不在其道的话 对 你不在其位 你就不要去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就这样子 OK 另外一个就是核电的问题 核电 现在不重启核电 这个事情 你得看 这个如果老子到泽经看法来 其实你的问题非常好 都是现在民主社会 要征求民意的认可 你有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同意 他就去做 因为大家多数 对不对 所以这属于是民主的一种精神 老子基本上也是很民主的 他不会勉强一个人去做什么事 他一定是顺其自然 但是问题是 你后面尝到苦果 你该怎么办 你不能说 老百姓可以不管这些 但是你上面误导的统治者 像圣人 他就需要有长远的规划 那这个说实在 学老子最难就在这里 今天不可能有误导的统治者 今天只能希望你有误导的个人 你在你生活小的范围之内 你误导的 你就知道该怎么样 做环保 做节约 自己过得开心一点 老子只能教你这个 你如果不走这条路 很可能变成像唐朝 你说唐玄宗 他也去读解 老子道德经 然后呢 玄宗捅不少楼子 所以唐朝到后期 就直接称帝王称为圣人 为什么 因为老子这边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 悟道的统治者 那他们很喜欢圣人 就底下的大臣都称皇帝叫圣人 圣人如何 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 这是谁的影响 这就是韩非子的影响 韩非子的法家把老子接过来之后呢 改造一下 老子说圣人是悟道的统治者 韩非子说谁是统治者 谁就是圣人 他就是悟道的 哇 这个理则学推的很奇怪 韩非子很厉害 法家就这样一转 就把那个道家给变的样子 那这是历史故事 那今天这个情况 我总觉得今天民主时代 很多事情啊 都有一个规则嘛 大家照民意多数来做 就算是你现在的决定 将来认为有问题 那也是将来人再去解决 人类怎么可能一劳永逸 把人的社会问题统统搞定呢 用这个来问老子 来问孔子 强人所难嘛 你再问一些宗教家 也都一样 他们的研究的范围 不在这个地方 不在这个时代 OK 不过老子说圣人是道的统治者 悟道的统治者 可悟道统治者 基本上不太可能 基本上 西方哲学会脱成为上帝吗 会不会这样讲 不能这样讲 西方哲学像柏拉图他也说 如果不能让哲学家当做君王 那就要让君王学哲学 这是何有名的这个责王的理论 柏拉图你看 柏拉图年代比我们的老子要晚了 晚了两三百年了 大家都希望说你是哲学家 哲学家是爱好智慧 代表你懂得整体而根本的道理 那你来当君王不就搞定了吗 但事实上整个西方历史 只有一个人是哲学家 也是君王 就是奥雷流世 罗马皇帝 奥雷流世 你看那个神鬼战士 神鬼战士 那一部电影开头的时候 有个皇帝穿白袍的 那就是奥雷流世 我对这部电影有兴趣 就因为说 一出来就是奥雷流世 就是我们哲学家皇帝 但是他承认自己失败 他当皇帝当了二十年 战争不断 他儿子也没交好 所以电影里面演的是 他被儿子给谋杀了 所以这就说明什么 哲学是一回事 人生是更复杂多了 对 所以 悟道的统治者是圣人 可是圣人是自古以来太难求了 而就算是圣人 也不见能够做领袖 对不对 所以这些哲学 不管是西方哲学 或者是东方哲学 或老子就是 基本上是我们要修自己 把自己能够在人生里面 能够体会认识自己 哲学就是一个认识自己的过程 对不对 这样的话 你可能对天下的任何的变化 不管谁统治你 或谁管你 或老板或什么人 你都有所体会 就不会有 很多事情 因为心里 说老板不好 或者世界不好 你自己心里要有些体会 对 所以学老子之后 首先就是可以安顿自己 我能够收敛我自己 然后我知道什么是分寸 做任何事情 都有一个度 跟别人来往事可而止 做任何事都要恰到好处 说实在 真的学会老子或庄子的思想 学会到家的话 人生很愉快的 他这也算 这个不算是悲观 或者是消极 对不对 他们叫做达观 达观 达观就是我看得很通透 既没有什么悲观 也没有什么乐观 悲乐属于一种情绪反应 达观就是很理性 能够用理性来了解这一切 然后就知道是安顿自己 所以现在那个教授 你现在很多事情 年纪啊 看法啊 智慧啊 已经到很达观的地步了吗 我们都还在努力中啊 学会的是一回事 你要做到 那就差点很远了 所以我总觉得 有个目标可以去努力 知道目标的情况如何 我就觉得很幸福了 对啊 这个不过去静音在 这个西方东方哲学里面 这么多年 其实看事情的达观 的程度应该越来越增加 这一点是 对对对 那你要做到很不容易 这很不容易 所以看到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还是会愤怒 愤怒是这样子啊 你知道事情来龙去脉 就知道说 大概是有因比有果吗 那我们佛教也讲 菩萨慰因凡人慰果 菩萨敬畏的是原因 所以他不要造任何因 凡人就敬畏的是结果 哎呀结果不好 来不及了 所以你要学像菩萨 对原因加以了解 任何事情尽量减少因 后面就没有那个不要的过 其实宗教哲学 道啊佛啊儒啊各方面 综合在一起 好像天下的学问 到最后可能有种万中归一一 都是要化解你人生的困扰 OK 我们还有很多困扰 所以我们还要继续做节目 好 谢谢副教授 我们下次再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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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